一件稀有的兵器重现江湖 电影中一闪而过的人物 不仅真实存在 而且是一代武林宗师 一千多个日夜的坚守 却换不来师父的认可 到底是什么 让一门武学面临传承危机 《夕阳红》 功夫红拳上集 即将播出 《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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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业已经相隔了近九十年 不然们又被撞烂了 谢了 很多人是通过这部经典功夫电影 听说了猪肉绒的名号 他在现实中的原型就是林世荣 因少年史在屠宰店铺中做伙计 被人称为猪肉绒 为什么叫猪肉绒呢 他本身呢 就二十两宿时是买猪肉的 买猪肉历大慕困 就是翻沙草霸王 以前的人改名叫做草霸王 历史传 他能够每天早上四点五点钟 就拿着两只猪 就走两个街口 大约二百米的地方 开档 你怎么拿着一只猪三百多斤 两只手抓住一只手抓住猪 不断走 走得出名了 黄飞红的红拳秉承长短兼备 内外双修的理念 最大的特点是 硬桥硬马 不稳势烈 刚进有力 以生助威 林世荣的神力 使他学习红拳更加得心应手 他也是师从黄飞红时间最久的 敌传弟子之一 他在师父原有拳法的基础上 根据人体生命学编排套路 结合力学进行改良 让林世红拳成为独树一致的近代武学 对红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叔公那个时代 我爸爸说 教功夫和打功夫的人 那时候真的一定要打的 你越打越有名 就越多徒弟 所以叔公那时候 常常都要打 周围都打的 洛杉气院 很多人都知道 打洛杉气院 这个就很大件事 清末年间 林世红因在一次官办的武术大赛上 连胜十数场 最终获得第一名 而声明打造 在广州连开三家武馆 前来拜师学艺的弟子络绎不绝 但其后在广州热善西院的比武打斗中 被西院主事悬赏缉纪纳 不得不远走他乡 最终落脚香港 继续开馆授土 林世红的徒弟 是佈满了港狗的 也都是后期 很多的师傅 也都由香港 出去世界各地去教 所以在世界各地的红团 也都是以林世红 那个系列 是最多人 和是最具影响力的 林世红一生传途万余人 是黄飞鸿成就最大的嫡传弟子 他的侄子林祖十六岁起 担任林世红的助教 二十一岁自立门户 在香港受徒五十余年 徒弟遍布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林祖不但继承的黄飞鸿 及林世红的超群技艺 还奠定了林家鸿泉 在世界上的武术地位 我觉得我爷爷是一个很黄海可亲的人 但是我开始接纵我爷爷的时候 他已经是九十几岁 八十几九十岁左右 那时候他的性格其实已经改变了 我听回我的师叔和我爸爸说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是很凶的 很严厉的 所以就严私出高徒 他有很多徒弟都打得很好 我的功夫 我记得我爷爷走过一年 在桑礼那里有很多徒弟都哭 有些徒弟跪在那里 所以他们绝对不是普通司徒关系 直接当把爷爷是爸爸一样 这座蓝色的房子 曾经是林祖开设的几家著名的武馆之一 再次助力在兰屋前 林振成不曾想到 现在自己只能靠回忆来平掉昔日的盛况 作为临时洪泉的第三代传承者 如今收徒 竟然成了一件艰难而迫在眉睫的抉择 年轻的陈天奥第一次到香港 生性腼腆的九龄后 之前对这座城市的唯一认知 就是他是中国功夫电影 走向鼎盛的发源地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久复盛名的类型片种 中国功夫片几乎拥有和中国电影历般长的年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随着李小龙 成龙 李连杰等一批国际巨星的出现 香港的功夫电影进入巅峰 因电影催化了无数传习的持续盛行 辉煌时期香港开有四百多家武馆 还曾有一步无关时半步香港式的说法 牧场,世界大校中国小学习在在苏任何事件 这就是在苏任时的教育上六十年代 最近是在伊猫市耶稣坚固的 或者是在小村子里的 龙家是在跟着四百多家武馆 蓝屋建于1920年 现已成为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 被开辟为纪念馆 用于记载一段即将逝去的传奇岁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林族在这里开设武馆 后来赐子林镇县 将其盖作医馆 由我读完书开始出来 我已经是想教功夫了 不过教功夫当为一个正职 很难生存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做健身教练 然后空余的时间才教功夫 正职是全职教功夫的人也很少 所以慢慢的文化变了 就没有什么人学功夫了 早晨六点 陈天奥准时起床练功 一天中几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 都用于练拳 三年前 他从家乡浙江泰州 慕名来佛山 找到林振成学习林氏洪泉 一千多个日夜 他严格恪守一名弟子的所有规则 但却不明白 为什么师父林振成 虽然认真细心地教授他记忆 却一直不肯让他正式拜师 现在的人学功夫 十个只有八个做运动 就是没那么认真 但是他本身在心目中想 就很有兴趣 但是太辛苦了 他随便这么玩 就是做运动 就不是学功夫 以前学功夫人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现在没了这个学习 作为林祖最小的儿子 林振成起初并不喜欢习武 但眼里的父亲 却要求他的六个子女 必须跟随自己练习家传武学 后来三个儿子 也都学成开设武馆 林振成七岁跟随父亲学武 十五岁担任助教 二十一岁独立开馆 四十多年间 他秉承家风 将毕生所学 毫无保留 倾囊相守 虽然徒弟即在传弟子 多达数千人 但被林振成看中的传人 却是凤毛麟角 按照林家组织 没有经年累月的考察 和一朝一世的反复淬炼 绝不能接过林氏洪拳的传承众人 在公安教育学的时候 学到三成功夫 就顺拜到师父五体投地 但学到三成以上 很多都不顺拜 自立门规 我不要多 要三五个 譬如 他肯学功夫的 我包住食宿 不用他给钱 祝你年轻的 今天 土里满天堂 身体月汤 全面白上 我跟了师父两年多的时间 师父对我像家里人一样 很好 我在刚来这边的时候 谁都不认识 对吧 当我感受到家里的温暖 我很感谢师父 你手把手搞 借着林振成的生日宴 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陈天奥 终于把积淀在心中很久的话 说了出来 而同样不善言谈的林振成 在自己已经69岁的这一天 也深切地感知到 只有与时代同步的传承 才具有长久发展的生命力 教皇可以翻个广态 好 看大家去走 好 来 苏家风识 好 来 看这里 看这里到三 二 一 珠三角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凡有祠堂 必有红拳和醒诗 武诗要有硬桥铁马的功夫 他的步伐和功底 源于红拳 林振成今天特意带英国人哈利 来看武诗表演 希望自己的这个在传弟子看到红拳的另一种展示方法 能够感受更深层次的中国武术的精神 现在我的生活让我来广州 因为我在广州 我知道佛山是很近 如果我在这里 我不来 这个 是很伤心的事情 28岁的哈利在海外时 便跟从林振成的土地学习红拳 几个月前 他从海外调来广州工作 听闻林振成在于广州一江之隔的佛山后 每个月都会抽时间 登门求教 好像现在佛山一两年 很多外国人来佛山学功夫 你真是很拼命 很用心 专丝中道 继续 林振成让陈天奥试着指导哈利的拳术技艺 在招数过往中 他留意着陈天奥对洪拳的领悟 对同门的态度 以及攻守的细微处显现出的品行 曾经严格遵循组织的他 现在将自己选途的标准 明亮为人品好功底强 人体不好 我几个徒弟跟我两年了 都反我了 有些跟我三年 他不是怎么反我 只不过以前师父叫到立刻来 现在师父叫到都没有空来 见到人就很尊重 我不知道反应不反应的问题 所以你怎么搞呢 13岁的何庆勇一直对功夫痴迷 多次要求父母来拜师学艺 都被以影响功课为由拒绝了 这一次他用考取第一名的承诺 最终说服了父母 我介绍你儿子过来 学一下东西吧 身体本身是多 多别不同 小朋友 最紧要你呢 有没有兴趣学功夫先 那既然你爸爸带你来呢 没问题我只要收你做徒弟 因为一般来说我不收徒弟 为什么现时我只有十几个徒弟呢 我最近这两年才开业 才正式收徒弟 但是好的我就收 不好的 没有缘分的我就不收徒弟 知道吗 希望师父教你 多谢师父 谢谢师父 你确定学功夫 师父就送一件衣服给你了 这件衣服是师父送给你的 年幼的孩子还不太懂得 得到这件功夫衫 意味着正式被师父认可 败入临时洪泉的大门 而要真正成为传习者 还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修行之路 在林振成眼中 少年何庆荣就像一粒种子 依赖深埋培育和阳光雨露的细心栽培 而年轻的陈天傲宛 宛如茁壮生长的树 只需打磨剪枝和风霜雨雪的曲折历练 便可期待枝繁叶茂 绿树成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讲正式的拜师仪式 就两个讲一点 一是要拜门帖 第二是要拜门帖 就写明我想拜你为师 第二是司法宛收 放了帖之后 有些是摆走 有些是做仪式 有些是在祖先以前装香 有些是跪下侦查 师傅亦都给了信物 那些徒弟 当是一个正式传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没有宏大的场面 但拜师仪式的每一个环节依然庄重严格 一如百年前先辈们立下的规制 在林振成看来收徒的规矩可以跟随时代变化 但凝结在血脉中的武术的精髓 仍旧要执着坚守代代相传 今天大家心情都很好 师父要带徒弟们去往韶关南雄帽子封 那里是广东唯一有冬季的地方 习武者必须经过寒暑历练 感受四季变化 汲取万物之精华 才能做到身心合一 抛开世俗杂念 在山川河流间完成心灵与自然的对话 徒弟们还要各自经历风雨人生的修行 而他们的修行 一本神秘的武学拳谱精献武林 这个拳谱是林诗勇 之后给我师父住宅 是什么让武侠电影惊艳世界 看到出面的功夫 都没有以前那些那么好 可能失传 凡有宗祠的地方 必有洪拳和武师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融合联系 西洋洪 功夫洪拳 下集近期播出